三支手折按下去就可以放出三个音 所以它是可以放出两个音以上的吹管乐器 所以当十个手折按下去的时候 就可以放出十个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吹管乐器 那现在我们就来欢迎这位何姐姐 何姐姐她为大家演出这个是什么 第二首是西班牙肉牛舞曲 好我们就直接用这一首来听一下声的声音 掌声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好的 这音乐器是不是很特别 是吗 好 所以刚刚这音乐器叫做 声音 声音 好的 刚刚呢我介绍的是吹管乐乐器 接下来呢 请各位看一下你们的右手边 这边 佛乐团呢 右边这边基本上 大部分的普遍 目前金天早上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各位的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弹波类乐器 弹波类乐器呢 大而至少就会 今天大家会看到的这一些 那其实呢 像刚刚笑话 有问到大家的 特别你 吉他 有问学吉他不对 刚刚看到后面有几次学吉他 哦 算了 好 还有乌克音笠 这些呢其实也都可以算是 弹波类的乐器 好 一样哦 大家可能抱歉 其实有一些长得还蛮像的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一个乐器 你看 这个乐器 后面都看得到吗 看得到哦 好 好 第一个乐器呢叫做柳琴 大家想说嗯 啊哥我看这个琵琶 长得还蛮像的 其实呢 他们的爱情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像 所以有些人也会把这个柳琴呢叫做小琵琶 那但是呢其实他们的声音还有演奏方式相当不一样哦 这个柳琴呢其实他用的是有点类似 有学吉他坏的也会有 很像这个 弹片 哦 其实呢他是用弹片来做演奏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柳琴的声音 很快乐 第一道 柳琪身體小小有效 他這邊是比較搖眼 比較高速一點 好所以那就是柳琪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 跟大家看一下這個 大家最常聽到 最常見到的這個就是 欸對 這是琵琶啦 是不是長相真的差很多了 大小還有其實 他們的長相真的比較不一樣 好再來就是呢 我剛剛說的柳琴 我們用的是這個旁片 那這個琵琶呢 來對你看老師把手伸起來的 其實你可能看不見齁 其實老師的手上 他有貼那個塑膠瘦咖喱 透明的這個指甲 假的啦 不是老師真的就是一直留一直留 留三個月那種 常常那種指甲 不是 這就是假的比較硬 那他是用這種塑膠的這種指甲 來當做貼到他的手上 然後用手本身這樣彈 來演奏 有沒有很奇怪 老師打扯起來比較遠 好 所以現在呢老師就要用他手上這個指甲 來當做他演奏的這個 這樣子撥出去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個琵琶的聲音 好 然後這裡有琴 琵琶 再帶來這一個 有沒有知道這什麼運氣